原本企业的小吃呢 反而利润又高 就像今天这一款 外脆里嫩口味工作的 扑拔土豆 那么是罗伯制作呢 今天洗澡的时候呢 带大家一会来看一看 土豆去皮之后呢 咱们用这个波红花刀呢 给它一分为二 然后呢中间的劈开 切成大约三厘米的一个滚刀块 好 切好的土豆呢 咱们放入清水中呢 给它清洗掉表皮的这个淀粉 水烧开之后呢 将咱们清洗好的土豆呢 给它焯个水 这一步焯水呢 主要是让咱们在下一步炸制时 这个土豆呢 能快速的成熟 使其呢 在炸制时 土豆呢 外皮不容易糊 土豆呢 咱们给它超烫至七八分成熟 这时呢 咱们给它捞出 立端水分 咱们给它放入盒中 然后呢 咱们加入点面粉 让它整体呢 拌一拌 这样做出来的 锅巴土豆呢 它的口感呢 是外脆凝嫩 油温呢 给它收到160度 将咱们裹好的这个土豆呢 给它下锅 刚下锅之后呢 不要来回去角 让这个锅巴土豆呢 迅速的定型 第一遍呢 先给它炸制呢 外皮六微的酥脆之后呢 给它捞出 这时呢 咱们就可以出摊了 下来呢 咱们再调一个味儿 给250克的土豆呢 放入三克的辣椒 两克的难得调味料 两克的自然粉 两克的熟芝麻 一克的花椒粉 0.5克的鸡精 0.5克的味精 两克的盐 好 咱们整体呢 先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的热油 给它积出香味 搅拌均匀 非用即可 初摊时呢 咱们二次呢 油温升到180度 给它放入锅中呢 复炸一下 二次复炸的时候呢 不用炸的时间太长 大约呢 炸上40来秒 就可以出锅了 所以你看 给它炸制呢 你看外皮 四个金黄 咱们就可以给它倒出了 这是炸制的土豆呢 你看 非常酥脆 锅也脆皮嫩 这时呢 放入咱们炸好的土豆 放点小葱花 香菜 再来点小米辣 快速呢 把它翻拌一下 拌好之后呢 咱们装盘 这个锅巴土豆呢 咱们就制作完成了 咱们还想了解更多 餐饮方面知识 请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